伯伯 你是不是很幸福 很幸福 我想幸福 我很幸福 幫助給人家 就是我寫了的一份 因為我的名字叫做寫名 豬腳他也能吃吧 能吃 能吃 他吃的比我們還多 爸爸最喜歡的肉 無肉不壞 長小的肉 因為我前面吃過 哥哥都出手了 我就幫我當作寶貝營養 一整桌豪華大餐 讓胡善民笑得何不龍嘴 95歲的他最愛吃肉 是標準的肉食主義者 而這樣的習慣源自於童年 1929年生於湖南壘陽 家中務農 生活還算小康 由於前幾個哥哥都夭折 儘管還有一個妹妹 但身為獨子 可是被父母捧在手心裡呵護 我在家裡就等於一個寶貝營養 吃要吃好的 不好的我不吃 就不幫我當作寶貝營養 就當作出生 就是小康的時候叫做瑜伽 就是要做瑜伽的 父母盡全力栽培 胡善民也沒有辜負期待 從小就努力念書 考上初中時 家裡還賣了一頭豬 為他繳學費 只是隨著抗疫爆發 生活變得不再平靜 就是除了畢業以後 就是剛剛等於我們家鄉已經潤寒了 老百姓跟別人沒有辦法 生活都跑到山上去 人家殺人女流無所不為 遇害就是最吃虧的 所以殺人女流 搶劫 那村長裡的大家都養居 只要殺死了以後 就把類似的好吃的東西吃了 不好吃的東西 全都不吃了 眼見無法繼續升學 胡善民在家鄉 當了一年的私塾老師 17歲時 又受到在軍中的親戚影響 決定從軍報國 進入貴州的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 自此踏上從醫之路 離家的時候你父母是 從醫 因為我不想講他 一和我在整個湖南那個地方 夜間醫院都卡過死了 走這一幅相避 相避都是晚和宜的 都是晚上的 短腿短久短修的 看到他的平衡很痛苦 也很同情的 前線的死傷 讓自幼被家人保護的胡善民 見識到戰爭的殘酷 抗戰勝利後 他已經是少衛醫官 到貴州 廣西 河南 輪掉一圈後 最終又回到家鄉衡陽 在76醫院服役 為的就是能就近照顧家人 我爸爸媽媽因為抗戰時機 就是腿的不舒服 主要對觀察人不能心疼 不能心疼以後 他都勉強去工作 我服務三十七年故事的 本來我腿不想做了 我回去教過我媽媽 以後她給我 嫁掉下屁股 叫我衣装助征 她是修建移民規制的 這個情侶 她很安慰 叫我衣装助征 就幾次到社會服務 所以我父親 人家只叫我修修三年 我修修一個月 我就離開了 那一年她二十歲 長官的一句一笑作忠 讓她決定繼續從軍 也埋下了日後的遺憾 1949年 湖南省主席 陳潜在長沙投共 76醫院決定南遷 胡善民也跟著撤到廣東 不料兩個月後 醫院又因戰事被共軍衝散 他只得隨軍自佛山 遷至海南島 待了四個月 最後好不容易才上船來到台灣 小不了槌 除了海裡頭 那個時候 切槌的時候也很慘 很暖 很暖 魚很多 也老有富有 小不了槌 就掉到海裡頭 就沒有門了 在海裡頭 抵台後 她進入竹南聯勤第一衛生隊 擔任儀冠 而後調至基隆 負責傷兵轉院業務 直到1952年 才終於在嘉義的 陸海空軍費病療養院 安頓下來 原以為在前線 已經見識過大風大浪 不料費病的照護 卻讓她難以適應 那些拖帶的鐵腿 鴛鴛不料 飛機那個時候很厲害 沒有交錢 她又發達 反正那個時候 飛機能量很多 他們那個精神 回到自己那裡 都不願意去 她做一球排過去 飛機很厲害 能量很多 所以就完了約一和 我吃不下去犯 1950年代 許多軍人 因長期勞累 罹患肺病 由於感染人數眾多 國防部因此 成立了陸海空軍 肺病療養院 當時全台有四個分院 共2400張病床 醫護人員進出 必須佩戴口罩 避免被傳染 但患者因咳血 農凶發燒 在病房裡不斷哀嚎 長期在這樣的環境下 讓胡善民倍感壓力 半年後便轉任私藥官 改做藥品調劑 一年後 調製如期的灣橋分院 也是在這裡 遇見了生命中的另一半 讓胡善民一見鍾情的 是當時在診所工作的李田 他請人到女方家去說媒 不料卻遭到反對 一來對方是閩南人 又是大家族 二來親友也擔心 嫁給軍人 若將來反攻大陸 恐怕有許多變數 山谷犯罪 因為山谷在地方 很有影韵 也是對於幹部的樣子 排了部隊 部隊以逢 他認識的太太 會叫什麼都不能帶走 他就跑這裡 就注意他犯罪 所幸 胡善民的個性 溫順勤肯 經過三年努力後 終於獲得對方認同 兩人結婚時 由於是灣橋醫院 第一隊歐阿韓籍 在當時造成不小轟動 能跨越省級的樊梨 也傳為地方家話 因為我是追姻 當然是給他們賠益很多 所以大家都很雜錢 我們結婚以後 親戚對我們都很尊敬 我等高潔的時候 都是碰到親戚 我都給他們賣票 他叫孤兆 就是表示 都是親人 兩人婚後 育有二子二女 儘管是尚未私藥官 但每個月五百多塊的薪水 仍不足以養家 太太便開始養豬賺錢 還去幫果農販售柳丁 夫妻倆同心協力 維持家計 儘管一個說台語 一個說國語 相處起來 卻沒有隔閡 我們家四個孩子 跟媽媽都講 公歹地 跟爸爸講國語 然後其實我聽不太懂 我爸爸講什麼 弟弟他們跟我姐姐 比較聽得懂 我想像我爸爸媽媽沒有吵架過 我媽媽算是 也是一個很開朗 也喜歡當初的人 眷村的小孩 來我們家 他都很歡迎 那我爸爸就是都在忙外面 家裡張羅都是我媽媽 我爸爸曾經說過 為什麼他會對媽媽好 都不發脾氣 也不責難他一些事情 是因為他資深來到台灣 一個人 媽媽的娘家跟家族 幫助他很多 還願意嫁給他 就是成為眷村第一隊的 我兒子 他很感恩 1965年 胡善明以少校退伍 六年後 調至竹東柔民醫院 為了要有更好的待遇 他努力考上藥劑師 通過衛生行政特考 一路當到醫務行政室主任 這讓只有初中畢業的他 倍感驕傲 這個世界都很勇工 都要養工 我沒有不想娘的時候 不會喝大麻將 也不會去玩啊 什麼東西 太高大家都高興了 工人要深水就好了 我當醫務主任 我也當過醫務主長 醫務主長多大了 多大了 就是除了院長 扶院長以外 就是醫務主是領導全民 這孩子是不是大 哦 應該 整個是我們從前列的 好久的 整個小妹都很造型 對 受到父親影響 胡善明的子女 也有不少人從醫 女兒胡宇方 在陸軍醫院擔任護理長 兒子胡宇旭 也在榮民醫院 擔任藥劑科主任 連孫兒 都在就讀醫學院 只是 傳承三代的置業 卻難以彌補 對家鄉的虧欠 1987年 她經香港轉姓得知 老家的母親因太思念兒子而病倒 等到1992年回湖南探親時 父母早已過世 面對唯一的妹妹 充滿愧疚 我父親49歲就過世了 我母親大概60幾歲才過世 那時候修掛多少年 都是我妹妹教過的 真正是殘忍的 那個時候也不應該 應該回家留到大陸了 因為我是肚子 你說多年呢 年紀會才大陸 這是我感覺有遺憾的地方 我覺得她種家庭 對我們孩子很好 對我母親很好 我是覺得是因為她失去家人 所以會更珍惜 更珍惜台灣的親朋好友 當年為國家一笑作忠 不料卻留下深深的遺憾 如今95歲 胡善民最自豪的 便是從醫48年來 始終情緬不屑 如今與兒孫同住 還能天天吃肉 是幸運 也是她行醫助人的福報 因為我是先自白 我是需要鮮量的一份 都是為他們服務的機會 我都採取這個巨頭 為我們的老長官 老同志 投下服務 就是萬鮮量的一份 因為我都採取這個巨頭 我都採取這個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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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採取這個巨頭